Hello,大家好,这里是GVD官方频道 提起怪物猎人呢,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那是曾经拯救了掌机世界的一款游戏 记得当年顶着全日文的怪猎 以每秒16针的速度 在3DS上玩得是鼓劣乐 那些日文名的怪物 还有那些武器、素材名称 相信很多猎人 现在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想起来真是记忆犹新地利在目 今年已去,我们 然而今年已去 当年的老猎人们 大都已经结婚生子成家立业 正至此时 卡普空的怪物猎人世界 横空出世 玩还是不玩呢 这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小小的石子 轻柔却又久久不能平静 怎么办呢 看着我熬熬带步的孩子 估计我坐在电脑前半个小时都会是一种煎熬啊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 你就需要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 不对 是加入我们的掌机大军 上班的时候 公交车上 地铁上 出差的时候 飞机上 甚至等客户的时候 咖啡厅 都将是你的战场 好 进行设置之前呢 我想做一个温馨提示 下面的内容可能并不适合画面档观看 OK 那我们让我们来开始设置吧 首先这个游戏在游戏里面是不能进行分辨率设置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外面去做一个分辨率的设置 打开英特尔显卡设置 OK 进入显示器 自定义分辨率 那么我们的屏幕是16比9的屏幕 但是请注意 这个屏幕它的原生是一块竖屏 那么我们的高度和宽度 在这里是和普通的电脑是相反的 那我们就设置一个 16比9的正常的分辨率 576乘以1024 60核子 添加 OK 因为这个我之前已经设过了 那么我们先去覆盖它 哦对了 有很多朋友啊 他们有设置过 怪裂的 他问我经常会碰到 显卡崩溃是什么情况 在这里我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可能跟它的显卡驱动有关系 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是什么驱动 驱动程序版本 2420 100 6286 其实简称就是6286 这个你可以在英特尔的官网上下的 它对怪物猎人世界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化 好 然后我们关掉它 好 调好了分辨率之后呢 现在我们调一下它的功率 我这里有一个软件叫做GPT Win2 小伙子我还活着 请点击右下角托盘区图标 或按Shift加方向上界来叫醒我 好吧 这个机器人真的是有意思 他说他还活着 我们大家看一看 正还活着 好 这里我们把它调成10瓦 在用这个工具之前呢 你需要下载一个叫英特尔XTU的一个软件 你可以在英特尔的官网上下 你看这个工具还是很方便的 它能自己设置分辨率 功率直接点一下就可以 OK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关掉 打开Steam 开始游戏 好进去了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介绍的地方 打开选项 第一个界面 界面呢这里显示文字大小 字幕大小 还有这个选择的键 也可以 当然这两个字 这个大小肯定要变成大 然后 这个按确定键 就看你自己的使用喜好 显示 你看这里 它已经自己适配到了我们的 之前有改过的分辨率 这里呢 大家可以选择无边框模式 帧率 调60 调30 其实都无所谓 反正 它应该也达不到就是 垂直同步可以关掉 画面比例当然16比9啦 画面设定 手动 那我们就来细节 细节就不用说了 全最低 低低低低 能关的全关掉 能调最低的就调最低 设置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确定 大家看到这里啊 其实它这里就是说你的显卡 它需要这么多的显存 但是你现在有这么多显存 它实际上这个显存已经爆掉了 那我们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玩呢 音效语言这些都不用管它 OK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开始游戏 这里我之前又见过几个角色 我们随便挑一个吧 自己建议的 加载还是很快的 毕竟是SSD嘛 用餐地区 然后去吃个饭饭 你现金支付 我不知道我现金够不够了 我们就吃肉 我们是肉食动物 那是因为吃肉 其实是长奈腻的 你看我自己背上背的功 功要什么呢 功就是要的奈腻 所以我们把这个功能跳过去 OK 跳过去 好 然后去接任务 来吧 看本娘呢 嗯 看这 好像是要去打凶柴龙 好 让我们看看在野外 野外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啊 在城镇里面起码 我觉得不算不说是很流畅吧 但是 但是是一个能玩的状态 OK 我这没有开针率啊 我也不知道现在进入多少 还不是杀凶柴 看错了 有的是杀这个 这叫什么呀 这个 先熟悉一下 好久没玩过了 我也不是老烈人嘛 这个头上长脚的这个 是不是现在的散射工都是这个样子吧 哦 它这个地形 它这个地形我设不到它 我再 先从它头上 钻过去了 嗯 从4开始 怪猎4开始就有地形的 就是地形的这个说法了 从上面或者从下面设 你设不到它 总体来说 看着还不错 当然如果要对上 阎王龙那种的 全屏特效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掉一些针 但是现在 到目前为止 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看到它 你觉得它真的要调及 我相信它 真的要调及 哪' 是 的 我相信它 你觉得它 你觉得它 很不错的 都能够 你在嘴里面把问题也发一下 发出来我来安装 听到现在有个什么滑布 怎么玩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对于游戏内容的测试就到这里 想必大家对于游戏的设置和机器的设置 也有了自己的一定的理解 在视频的最后 我要用最近很流行的一句广告语 来结束我们的视频 是猎人就来扛我吧